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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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 大家好 我是Penny 再次回到了小宅的工作室 每次只要是在這個場景呢 基本上就是回到了我們的 小姿女改造空間的系列了 像今天要改造這個空間 一個困擾了很久的問題 走兩步 陽台門面區 其實很多客人就走進來的時候都會問說 請問是在這邊諮詢嗎 他們都有點困惑 因為這個空間真的長得太像住家了 長得就是比較 樸實典雅 平反一點 但除了門面上之外 其實還有幾大蠻困擾的問題 就是我們的回收空間 沒有設一個回收區 回收啊都是用從工地 用剩下來的桶子 更影響到我們的問題是這邊 就是一台完整的洗衣機 亮的地方呢 我們是沒有那種 吊衣感啊 的什麼 完全沒有 每次只要要亮衣服 它打開這個伸縮型的吊衣感 每用一次都要把它打開一次 然後衣服就這樣掛掛掛掛掛掛 所以每個禮拜就會有兩次到三次這種日常出現 早上就要很趕著把它收起來 不然就會 因為客廳自然是看到衣服或內衣褲 那太難看了 這真的是目前我們住在這裡 在陽台上真的蠻大的不方便 綜合以上種種問題呢 第四個我們就要來挑戰用一個六千塊 大家來到這個陽台 開始 go 改造的第一步呢 要來先油漆我們的牆面 因為這個空間屬於半壞的部分 所以啊我們就會使用得力的晴雨漆 開始來做浮宮囉 go 最後一步呢 就是要來到領我們家最近的白牆花式了 貨物區 第一針寶寶歸背浴 而且它很特別 因為現在是只有這兩個有洞洞 但是老闆娘說它會隨著時間過去 它的洞洞會越來越多 歡迎大家 繼續拆買 這可以 黑色的 這個妳都不會有那種密集恐懼症嗎 不會啊 我想到這種就是葉子上面有黑黑的 就是有紋路的 這妳可以 這我不行 因為我真的有一點微密集恐懼症 哇我的問題 好算了 因為妳要澆水所以妳不可以害怕它 剛剛我真的是走過去 可是總監看到馬上走進來這一間 因為他說它覺得這邊的顏色超特別 我把它這個 妳確定 它很貴耶 它要800耶 妳就很想要這種葉子很大嗎 它根本是它的顏色是負面的嗎 我們會多預算啊 我可以就是 妳自己出資一點 我看到一個跟它長的一樣名字了 如果我們是選這一個 250的 它要養到800 它要一年 可是我不想等 妳不想要用現成 好買 謝謝老闆家 就這樣子了 但方便多了 謝謝謝謝 我好愛花式喔 大家都超親切的 滿載而關 經過了重重的改造家採買之後 就是一個全新的世界了 Let's go 它這次走進來的整個風格 其實也跟小宅 以往大家比較常看到那種 無印封啊 或是北歐封不太一樣 畢竟就是預算的關係 所以像是為了搭配 舊有的大門 絕對不可動的鐵窗和欄杆 所以我們就選擇了這種 古樸風去做一個主軸 所以包含像是舊有的尺磚啊 我們就改用戶外型的木地板 但重點是要挑這種棕色的 為了就是要跟門做搭配 因為像這個啊其實都是通用的尺寸 旁邊一定會有剩一小撩 你就選擇鋪這種原意用的小石頭 然後這個石頭的品種啊 雲花石 然後在最大面積的牆體啊 我們也就是用統一的白色 做完這些基底之後 依依跟大家講一下機能 畢竟在一進來啊 客人會有的東西一定是 下雨會有要放傘架的部分 所以像我們原本 被我們拿來丟炸物那兩個櫃子 我們就把它清掉 該以這個閃架做替代 這個底部啊 是可以拿來沉睡的 就不會讓誰這樣滴滴滴滴滴滴 閃架的旁邊呢 擺著我唯一的交通工具 腳踏車一台 淘寶賣的 自己組的 全部就是看說明書 因為我的名下呢 目前就是一個沒有房又沒有車的概念 出門只要有要運動啊什麼之類的 我就是靠著我的這台小板 然後像腳踏車的後面呢 這邊其實還有設了一個回收區 那講完了這些機能的部分啊 最大最大的改變 就是我們從一個 枯燥無味的家用陽台 變成一個小小景觀區 像是我們一進門啊 這兩尊站在這邊 就有點是我們迎接客人的小迎賓 客人走進來之後啊 他們還會再看到一小區的花園 我們就是用有點高低層次 去讓這個空間不要那麼單調 下面是黑絲絨鐵觀音 上面是犀牛皮觀音簾 它超酷的耶 皮質的感覺 因為影片大家看不出來質感 可能是因為有這個質感 所以它只八百塊嘛 如果之後有來我們這邊諮詢的客人 先贏一下 我們今天全部買的花裡面 我們最貴的就是這一盆八百塊 現在不要死了 自己的八百塊 但除了我們今天去買的這些之外 有一些植物真的完全捨不得丟掉 像這一株長出來的形狀都是愛心葉 所以我都叫它小愛心 對我來說是像主產一樣的概念 因為它是從我一開始在那個一萬塊屋子 陪我到這邊的小愛心 有點感傷 還有一個小小的布置 一個小夜燈的感覺 然後這個小夜燈呢 不是花錢買的 是某個廠商啊 在中秋節送給我們的賀禮 講完了這些花花綠綠之後啊 最重要的就是 畢竟我們這個是洋海區域 我們當然不能只考慮所有的美感的部分啊 機能性是一定要先被優先做考量的 所以我們也從原本很舊的那台洗衣機 太舊換新的這台 惠兒甫的洗脫紅洗衣機 明天都知道我在夜燈 首先啊 我一定要先大大稱讚一下它的外型 其實整個陽台改造啊 都是那麼有的這一台質感就大大加分 因為我們這台小白啊 它是有得過IF設計獎的 所以它叫圓圓方方的造型 剛好是純白禮 會跟我們這一種空間非常的搭 然後實際使用了一個月之後啊 真的愛不釋手 像之前我們洗衣服啊 蠻麻煩的就是我們要根據 丟下去多少衣服去一一調整 水量還有模式 可是這個小白啊 它有一個強大的功能 就是它有這個智能按鍵 按住這個開啟鍵三秒之後啊 就會啟動自動洗淋模式 就不要想那麼多 你只要把衣服丟進去按 人就可以跑了 而且洗衣服的時候 突然發現 欸我好像忘記丟了一個內褲 也不要擔心 按它暫停啊 就可以把漏網之魚丟進去 然後還有一個是我超級愛的功能 像我這種很容易穿重複的衣服去拍片的狀態啊 就很適合回到家裡 可以把衣服脫掉 然後趕快丟進來 選擇一小時急速洗烘功能 完全就是用一個最省時間的方式創造效率 我就可以少買幾件衣服 然後因為外加其實我們大部分的業主啊 都是忙碌的上班族 回到家已經非常的累了 有時候真的會不小心 我們把衣服丟下去之後 就會忘記要晾衣服的 可是它有八小時的自動清新除臭 機器本身就會自動的間歇運轉 減少衣服的皺褶 但除了上面剛剛講哪一大堆 超強的功能之外啊 其實大家洗衣服 不外乎最在乎的就是 到底洗得乾不乾淨 選用這個丸子進洗層啊 可以去做一個分階段的加熱 並改變溫度啊來處理不同的物質 有了這台終極小板 完全就是一個居家好幫手 改造完小呆的這個陽台空間了 最大的改變就是客人進來之後 不會再有一個莫名的尷尬感了 他會先經過這個小災花園 然後再進到我們的客廳 很重要的是 他們看到洗衣機也不再尷尬了 因為這是一台好看的家電 因為這樣裝修是帶不走的 可是家電呢 我們可以搬家的時候 就可以把它拿走 好的家電 是可以陪伴大家很久很久的 然後大家最在乎的都是 我們改造這整個空間 到底花了多少錢 有爆一點預算 因為我們去的板家花式 真的買得太開心了 可是像大家今天看到的 不管是木地板啊油漆 底下資訊欄都會放連結給大家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喔 期待下一個家就是你家 拜拜